奥古斯丁圣勇集第49篇的讲章 以及诗高本第49篇的经文 49篇 四福四乐皆虚 第一节 柯拉黑后一歌 用高音教语乐观 关于这事 请万民都要静听 普斯居民 请你们侧耳细听 不论贫富 无分尽声百姓 请你们都一依侧耳聆听 我的口要宣讲智慧 我的心要诗念哲理 我要侧耳恭听音语 我要鼓琴解释音语 当陷害我者的独谋围困我时 在我困恶的日期 我有何所惧 因为他们只知一次财产的富足 他们只会夸耀自己金钱的风欲 但是金钱不能使任何人得救 绝不能把人的赎价还给天主 因为人命的赎价非常昂贵 任何金钱也不足以赎回 不能使人生存久长 不能使人不见死亡 你看智者死去 愚昧者也同样沉沦 他们都将自己的财产留给别人 他们虽然曾以自己的名号 给一些地方命名 但是他们永久地住在万代的居所 却是坟淫 人在富贵中绝不能久长 将与深处无异 同样死亡 这就是自满婚娱者的中途 这就是自夸幸运者的末路 他们就如羊群一般被人赶入深坑 死亡要牧放他们 义人要主宰他们 他们的容貌即刻色衰 阴间将是他们的住宰 但是天主必救我灵脱离阴府 因为他要把我接走 不要嫉妒他人变成富翁 不要记恨他人家产被争 因为他死时什么也不能带走 他的财产也不能随着他同去 他在生时 虽自我陶醉说 只要你幸福 人必夸赞你 他终要回去 和他的祖先相逢 永永远远 他再不能看到光明 第21节 人在富贵中 不深思远虑 将与牲畜无异 都要死去 圣永集第49篇的第一部分 我们来看49篇第二节的经文 关于这事 请万民都要静听 英文是 hear ye these things all you nations 既然是万民都要静听 那么就不只是 在这里的你 要静听而已了 因为我们的声音 有着什么样的能力 以至于能够使万民都可以听得到呢 因为我们的天主 耶稣基督 他宣讲这句话 是经过中途门来宣讲 天主 他所拆派的中途门 是用那么多的言语 来宣讲这事 并且我们看到 这个圣永集 在以前呢 只是在一个国家之中 在犹太人的会堂里 重复的宣讲 现在却在整个世界 在所有的教会之中 重复的宣讲 并且在这一篇圣永 第二节的前半段所说的 关于这事 请万民都要静听 就是如此的实现了 关于这事 请万民都要静听的英文是 Hear ye these words all you nations 在这节经文中 万民指的就是 所有的普世居民 我们来看第二节的后半段 普世居民 请你们测耳 细听 英文是 With ears ponder all you that dwell in the world 为了不死 第二节前半段所说的 静听显得太少了 在这里 在这里 盛永吉的作者 似乎是第二次的重复了 又说 细听 我所说的 就是 盛永吉的作者 他说 要细听 用耳朵 细听 也就是 用耳朵来思考 英文是 英文是 With ear ponder 那就是说 不要 匆忙的 随随便便的听 那么 什么是 With ear ponder With ear ponder 中文翻译成 用耳朵来思考呢 这就是 在 马斗福音 十一章十五节 我们的天主 所说的 有耳的 听吧 英文是 He that has ears to hear Let him hear 因为 所有 在他面前的人 都应该是 有耳朵的 但是 天主 他要求的 是 他们的 心 那就是 他们的 耳朵 这就是在 马斗福音 十一章十五节 所说的 有耳的 听吧 的意思了 有耳的 听吧 的英文是 He that has ears to hear Let him hear 这一篇 圣勇的 作者 所要 撞击的 耳朵 所要 聆听的 耳朵 就是 与 马斗福音 十一章 十五节 同样的 那种耳朵了 英文是 With ear ponder All you that dwells in the world 也许 在这里 有一些 区别 我们真的 不应该 将我们的 看法 载化了 但是 甚至于 在这一项 感官上的 看法的 解释 是不会 造成 伤害的 也许 在说 万民 和 普世 居民 之间 是 有一些 不同的 普世 居民 或者 可以说 城市 居住在 普世 的 居民 万民 的英文 是 ordination 居住在 普世 的 居民 英文 是 All you that dwell in the world 我们 真的是 不应该 将我们的 看法 变狭窄了 但是 甚至于 在 这个 但是 甚至于 解释 感官 上的 一些 看法 是 没有 害处 的 也许 在 说 万民 all the nation 和 在说 普世 居民 all you that dwell in the world 这两 句话 之间 是有一些 不同之处 的 也许 圣勇 极的 作者 希望 我们 对于 dwell in dwell in 这一种 表达 有着 更 进一步的 理解 它的意思 以至于 我们将 万民 ordination 当作是 所有的 邪恶的人 但是 居住在 世界的 居民 dwell of the world 当作是 所有 正义 的人 因为 如果 一个人 他不将 他 居住的 地方 抓住 的话 他 就是 居留 在那里 居留的 英文 是 inhabit 但是 如果 他 具有了 占有了 那个地方 他就被 那个地方 所 居留住了 he is inhibited 并且 不再是 居留在 那个地方了 这就 正像 一个人 他 拥有了 他所有的 一切 他是 他的财产的 主人 但是 一个主人呢 是 不会 是 不会 被 贪婪的 网 所 网住的 但是 如果 他被 贪婪 所 稳稳的 抓住了 那 他就 被 他的财产 拥有了 而 他 不再 是一个 财产的 拥有者了 因此 甚至于 让 不前进的人 听 这句话 关于 这事 请 万民 都要 静听 英文是 hear ye this all you nations 让 正义的人 也听 正义人 听到 圣经的话 不是 没有 达到 圣经的 目的的 正义的人 宁愿 管理 世界 而不是 被 世界 所 管理 请 正义的人 听 下面 的话 普世 居民 请你们 彻耳 细听 这是 记载在 49篇 第二节 的 后半段 英文 是 with years ponder all you that dwell in the world 并且 再一次的 圣永吉的作者 在第49篇 第三节 这样说 不论 平复 无分 both or you earthborn and sons of men 在这里 英文的翻译和中文的翻译不太一样 我们照英文的翻译来解释 earthborn的意思 表达的是 罪人 那么 sons of men 所表达的 就是 有信德 而且 正义的人 那么 你看 这项区别 是被观察到了 谁是 earthborn earthborn的英文是 e-a-r-t-h b-o-r-n 他们是 地上的儿女 谁是 地上的儿女呢 就是 那些 他们 期望的是 属于 地上的 产业 那么 谁又是 人的 儿女们呢 人的儿女们 英文是 sons sons of men 那就是 与 人子 发生关系的人 这里的人子 是 大写的 指的就是 基督 奥古斯丁说 在此之前 我们 已经向 圣洁的你 解释过 这个区别 亚当 是一个人 但他 不是 人子 而 基督 是 人子 但是 也是 天主 因为 不论 是谁 与 亚当 发生了 关系 他就是 大地 所生 Earthborn 不论 是谁 与 基督 发生了 关系 他就是 人的 儿子 不论 是如何 愿 所有的人 都听 我的 说明 是不对 任何人 隐瞒的 如果 一个人 是 Earthborn 是大地 所生的 大地 所生的 英文 是Earthborn 让他 为了 审判的 缘故 来听 如果 一个人 他是 人子 的话 让他 为了 国度的 原因 来听 在 第三节 中 所说的 不论 平复 英文是 The rich and poor together 这种 表达 就是将 前面 所说的 Earthborn 还有 Son of Man 大地 的 儿女 和 人的 儿女 再 重复的 说了一次 在 这里 所说 富足 的人 指的 就是 前面 所说的 大地 的 儿女 Earthborn 但是 贫穷 的人 这个字 就是 对照着 前面 所说的 人 的 儿女 们 Sons of Man 而说的了 在 这里 借着 富足 我们 理解 骄傲 借着 贫困 我们 理解 谦卑 在 圣永吉 第22篇 27节 圣永吉的 作者说 我们来看 经文 贫困 贫困的人 必将 食而 保卧 寻求 上主 的人 必 赞颂主 愿 他们的 心灵 生存 永久 在 在这里 所说 贫困的人 必将 食而 保卧 的英文 是 The poor shall eat and be satisfied 圣永吉 圣永吉的 作者 他是 如何 称赞 贫困的人 呢 他说 贫困的人 将 食而 保卧 他们 吃什么呢 他们 就是 吃那些 有 信德 的人 所 知道的 那一个 食物 这里的 食物 是 大写的 指的 就是 基督了 他们 将 怎么样 得到 保卧 呢 他们 就是 借着 学习 他们 天主的 苦难 而且 他们 因此 而 获得 天主的 报偿 并非 没有 其 原因 的 贫困 的人 必将 食而 保卧 寻求 上主 的人 必 赞 颂 主 那么 富 主 的人 要 怎么样呢 就算是 他们 吃喝 他们 是 如何 的 吃喝呢 All the rich upon the earth have eaten and worship 这句话 是记载在 圣永吉 第22篇 的 第30 节 地上 所有 富足 的人 都将 吃喝 而敬拜 在这里 圣永吉的作者 不是说 他们将 像 贫穷人 那样的 吃而 保卧 have eaten and satisfied 他是说 他是说 这些富足人 将 吃而敬拜 have eaten and worshipped 这些富足人 他们真的是 是在 在崇拜 天主 但是 他们 没有 展现出 人 与人 之间的 那种 兄弟 之情 富足的人 吃而 崇拜 贫困的人 吃而 保卧 然而 两者 都 吃了 那些吃喝的人 他们 是由于 需要而 吃喝的 让 这些 吃喝的人 不要 被 分配 食物者 禁止 他们 去 吃喝 但是 让 这些 吃喝的人 被 警告 要 害怕 那 分配 食物的 因为 他会 数点 他所 分配的 食物 是 如何的 被 使用的 让 这些话 被 罪人 和 正义 的人 都听到 让 万民 all nations 和 居住在 普世的 居民 those who inhabit the earth 都来 听 让 大地的 儿女 earth born 和 人们 的 儿女 sons of men 都来 听 让 富足的人 和 贫困的人 一起 来听 不是 分裂的 不是 分开来的 这种 分裂 和 分开 是在 收获 的时候 才做的 是 拿着 波鸡 的人 来做的 这是 记载在 马斗福音 第三章的 十二节 我们来看 经文 他的 波鸡 已在 他手中 他要 扬尽 自己的 喝场 将 卖力 收入 仓中 将 康匹 用 不灭的 火 焚烧 现在 让 富足的人 和 贫穷的人 都来听 让 山羊 和 绵羊 在 同样的 草场上 被 牧养着 直到 天主 他 再来 将 他的 将 绵羊 放在 他的 右手边 将 山羊 放在 他的 左手边 我们来看 马斗福音 第 二十五章的 三十二节 和 三十三节 一切的 民主 都要 聚在 他 面前 他 要 把 他们 彼此 分开 如同 牧人 分开 绵羊 和 山羊 一样 把 绵羊 放在 自己的 右边 山羊 在 左边 让 他们 全都 在一起 听 老师 的话 以至于 他们 不会 被 审判的 声音 将 他们 分开了 因为 审判的 时间 还没有 来到 并且 所有的 这些人 他们 现在 听到了 什么呢 我们来看 第四十九篇 第四节的 经文 我的口 要宣讲 智慧 我的心 要 失念 哲理 英文是 My mouth shall speak of wisdom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understanding 在这里 他用 口 和 心 圣勇级的 作者 做 这一种 重复呢 可能是 他 如果 只是说 我的 口 你 可能会 假设 这 和 你说话的 只是 用 他的 嘴 唇 来了解 因为 有 许多 的人 是 在 他们的 嘴唇中 了解 但是 在他们的 心中 却 没有 理解 这些人 圣经 在 伊撒 伊亚书 二十九章 十三节 这样 说他们 吴主 说 因为 这民主 只在 口头上 亲近我 嘴唇上 遵从我 他们的 心 却 远离我 他们 对 我的 敬畏 仅 只是 人们 所 传习 的 借训 那么 在这里 向你说话的 当 他说 我的 口 要 宣 讲 智慧 的时候 这是 记载在 第四十九篇 第三节的 前半段 英文 英文是 My mouth shall speak of wisdom 他向你宣讲了些什么呢 为了让你知道从他口中所发出的是从他心的底处所流露出来的 所以 深永基的作者在后面加上这一句话 我的心要思念哲理 英文是 这是 记载在第四十九篇第四节的后半段 英文是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of understanding 我们再来看第四十九篇的第五节 我要测耳公听谚语 我要鼓琴解释 淫语 英文是 I will incline my ear to the parable I will show my proposition upon the hop 为什么要用谚语呢 谚语的英文是 parable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十二节 我们现在是借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的观看了 我现在所认识的是局部的 那时我就要全认清了 如同我被认清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是借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节经文中 用谚语的原因了 这正如中途在 格林多后书五章六节所说的那样 我们来看经文 所以不论怎样 我们时常放心大胆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几时住在这肉身内 就是与足远离 英文是 where we are at home in this body we are absent from the Lord 因为我们现在所看见的 不是那种面对面的认识 在那里我们就不再用英语了 在那里不用谜语和比喻了 我们现在不论是理解什么事情 我们都是经过谜语来观看 一个谜语是一个非常难了解的黑的英语 无论一个人是怎么样的来培养他的心智 并且或许他自己能够因此而理会奥秘 只要我们是经过这一个会朽坏的血肉之躯来观看的话 我们只是看到一部分 但是正如同他被那些相信他的人看见 并且被那些当他被审判 而且被那些将他钉十字架的人所看见 天主他被那些他将要钉罪 和那些他将要戴上冠冕的人所看见 但是天主对那些爱他的人所应许的 对他的神性的那种看见呢 是邪恶的人所看不见的 我们来看若望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一节 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 便是爱我的人 谁爱我 我父也必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 天主向爱他 天主向爱他的人显示他自己 这种显示呢 在一种特定的方式下是熟悉的 天主将这种显示保留给他自己的子民 他不会将这种显示给不前进的人的 这一种看见的本身是哪一类的看见呢 基督与天父是相等的 是哪一类哪一种的基督呢 在若望福音书一章一节所说的基督 是哪一类的基督呢 我们来看经文 在起初已有圣言 圣言与天主同在 圣言就是天主 英文是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ld was God 只要我们还是在这世上 做旅客的时候 就是为了这个看见 我们现在探袭 并且哀探声音 探袭的英文是 SIGN SIGN 哀探声音的英文是 GROAN 而我们最终是会被带到 这个看见的 这个看见 我们现在只能是 在黑暗的情况之下 看它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 只是在暗中 黑暗的情况下 看它的话 那么让我们就像 在49篇第五节所说的那样 我要测耳 恭听谚语 我的心要失念 哲理 英文是 Incline our ear to the parable Show our proposition upon the harp 让我们倾听 我们所说的 让我们去做那些 我们所教导的 并且 它说了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49篇 第六节的经文 当陷害我者的独谋围困我时 在我困恶的日期 我有何所拒 英文是 And wherefore shall I fear In the evil day The iniquity of my heel Shall come past me 圣勇集的作者 以某一些 不为人所知的事情 作为这篇圣勇的开始 所以如果 这个 他的敌人 像 在他的脚跟 将他围绕的时候 他是应该害怕的 不是的 这种说法 不是正确的 圣勇集的作者说 一个没有能力逃脱 邪恶的人 让他不要害怕 比方说 一个对死亡有惧怕的人 他应该做什么 来逃离死亡呢 让他这位 由亚当 所生出来的 让他告诉我 他是如何才能逃离那 亚当所欠下的呢 但是 让他考虑到 他是由亚当所 伸出 并且已经 跟随了基督 而且他应该 付出那 亚当所欠下的 而且获得了 基督所应许的 因此 那害怕死亡的 是没有聪明才子 可以帮助他逃避的 但是 那 害怕 不前进的人 我们来看经文 我们来看经文 然后 他又对那些 在他左边的说 可纵瓦的 离开我 到那 给魔鬼 和他使者 预备的 永活里去吧 对 不敬迁的人 所说的这些 定罪的事情 那些 跟从了基督的人 是有一个逃脱的 让他们不要惧怕吧 因为他们为什么要惧怕呢 他应该惧怕 那像在他脚跟上 环绕着的邪恶吗 那么 如果 他要 免于 这种 邪恶 在他脚跟 环绕 让他 走在 天主的 道路上吧 他就 不会到 那个 邪恶的 那一天了 这个 邪恶的 那一天 这 最后的 日子 就 对他而言 不会是 邪恶的了 当他 仍活着 的时候 让他们 注意 他们 自己 让他们 将那一些 环绕在 他们 脚跟 的 邪恶 推开了吧 让 他们 走在 那一条 天主 说他 自己 似的 那条 道路上 我们来看 若望福音 十四章 第六节 耶稣 回答说 我 就是 道路 真理 生命 除非 经过 我 谁也 不能到 父 那里 去 让 他们 不要 害怕 那 最后 审判的 那个 邪恶 的日子 因为 那一位 是 道路的 他 给他们 安全的 保证 让他们 避免 在他们 脚跟上 盘旋的 罪恶吧 因为 因为一个人 是在 他的 脚跟上 滑蝶 让 你的 爱德 被 看到吧 天主 对 蛇 说了 些什么 话 我们 我们来看 创世纪 第一章 第十五节 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 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 他要踏碎你的头颅 你要伤害他的脚跟 他要踏碎你的头颅 英文是 She shall mark your head 而你要伤害他的脚跟 英文是 You shall mark her heel 魔鬼将要伤害你的脚跟 以至于 他能够在你滑蝶的时候 将你推倒 他要伤害你的脚跟 而你要打碎他的头颅 什么是魔鬼的头颅 一个邪恶的建议的开始 当魔鬼开始建议一个邪恶的思想的时候 在欢乐开始之前 而跟着来的满足于 那个欢乐来到之前 你就将他推到你的思想之外 并且这么一来 你就可以避免他的头 而他也不能抓住你的脚跟了 但是为什么魔鬼要对恶娃说这些呢 因为人不会因为身体血肉之躯而叠滑的 我们的血肉是在我们里面的恶娃 我们来看恶佛所书第五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做丈夫的也应当如此 爱自己的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 那爱自己妻子的就爱自己 因为从来从来没有人恶过自己的身体一样 例如基督之对教会 在二十八节所说 那爱自己妻子的就爱自己 在这里 爱自己啊 这个自己是什么意思 在二十九节 他继续的说 因为从来没有人恨过自己的肉身 因为魔鬼要经过我们的肉身 使我们滑蝶 正如魔鬼经过恶娃 使亚当滑蝶一样 恶娃被命令去打碎魔鬼的头颅 这是因为魔鬼要伤害他的脚跟 那么如果在我脚跟的邪恶环绕着我 在我困恶的日期 我有何所拒 这是记载在四十九篇第六节的后半段 英文是 既然我们已经归向了基督 我们就不能再去做邪恶的事了 那么也不会有任何的事情环绕着我们了 并且我们会在最后的日期 中期的时候 欢喜吗 但是那些脚跟被邪恶所环绕的是谁呢 我们来看第四十九篇第七节的经文 因为他们只知一次财产的富足 他们只会夸耀自己金钱的富裕 英文是 They who trust in their virtue and in the abundance of riches do glory 英文的翻译和中文的翻译不太一样 英文的翻译是 那些信靠他们的德性和他们财产丰裕的人 以此为荣耀 我们照英文的翻译来解释 所以这种罪恶呢 我要避免它 并且这样做 我的脚跟的邪恶就永远不会环绕我了 避免这些罪恶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不要信任 依此我们自己的德性 让我们不要夸耀自己金钱的风欲 让我们在天主里面夸耀 他向我们应许了 成了谦卑的 我们会被高举 并且警告那些高举自己的人将会被定罪 并且那么我们脚跟的邪恶将永远不会环绕我们了 在患难的日子 奸诈永远不会随我脚跟 四面环绕我 我何必惧怕 有些人依此他们的朋友 有一些人依此他们的德性 另外的人仰仗他们的金钱 这是人类自以为是 而不依靠天主 圣永远的作者提到了德性 他提到了财产 他提到了朋友 现在他提到弟兄 一个也无法赎他的弟兄 这是和和本的翻译 英文是 Brother redeems not Shall men redeem 诗高本的翻译是 但是金钱不能使任何人得救 我们照英文的翻译来解释 你期待任何人能将你从要来的愤怒中赎回吗 如果弟兄都不能将你赎回 别人能将你赎回吗 谁是弟兄呢 如果天主没有将你赎回 将没有任何的人将你赎回 在马斗福音28章第10节记载着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报告我的兄弟 叫他们往加利勒亚去 他们要在那里看见我 在这节经文中说 报告我的兄弟 我们看出来基督 他愿意成为我们的兄弟 并且当我们对天主说 我们的天父 这就在我们里面启示了 因为对天主说 我们的天父的人 对基督说 兄弟 因此 愿那将天主作为他的天父 将基督作为他的兄弟的人 不要害怕那将要来临的邪恶的日子 因为奸诈 因为奸诈不会跟随他的脚跟四面环绕着他 因为他不是倚靠着他的德性 也不是以他丰富的财产为荣耀 也不是仰仗着他有势力的朋友而夸耀 让他仗势那为他而死的天主 以至于他不会永恒的去世 天主 为了他的缘故而谦卑自己 以至于他可以被提升 天主 他寻找那不前进的人 以至于天主 能够被他借着信德而找到 因此如果天主他不救赎 那人会会将他救赎吗? 如果人子不将他救赎 会有其他的任何人将他救赎吗? 如果基督不救赎 亚当会救赎吗? Brother, redeem not Shall men redeem 如果我们的兄弟基督不救赎 人会救赎吗? 我们再来看第49篇 第9节的经文 因为人命的赎价非常昂贵 任何金钱也绝不足以赎回 英文是 He shall not give to God his propitiation and the price of the price of the redemption and the price of the redemption of his soul 他依持着自己的德性 只会夸耀自己金钱的风欲 但是金钱不能使任何人得救 英文是 英文是 Who shall not give to God his propitiation 也就是说 他能够给天主足够的金钱 借着这种赎价 他可以使得天主赦免了他的罪 我们再来看第49篇 第9节的后半部 任何金钱也绝不足以赎回 英文是 Nor the price of the redemption of his soul 第49篇第9节所说的 就是指着那些 依持着他的德性 和依持着他的朋友 以及那些仰仗着他的金钱风欲的人 但是谁是那些将他的灵魂的赎价 付出了的人呢 这些人 天主在路加福音16章第9节这样说他们 我们来看经文 我告诉你们 要用不义的钱财交结朋友 为在你们匮乏的时候 好叫他们收留你们到永远的账目里 那些不停止的施舍的人 将他们的灵魂的赎价付出了 我们来看地貌德前书第六章第17节到19节 至于今世的富人 你要劝戒他们 不要心高气傲 也不要寄望于无常的财富 唯独寄望于那将万物丰富地供给我们享用的天主 又要劝他们行善 在善功上致富 甘心施舍 乐意通财 为自己继续良好的根基 以备将来能享受那真正的生命 这是中途宝路 借着地貌德 劝戒 劝戒 哪些在京寺 富足的人 最后呢 提摩泰 劝戒 这些富足人 他们所拥有的财富 不要让他 停滞在那里 而不用他了 而将这些金钱用字 在他们作为他们的灵魂的赎价 好像在问说 我们要将财富怎么样使用呢 那就是记载在第十八节 要在劝勉他们行善 在善功上致富 甘心施舍 乐意通财 并且他不会失去了 他所施舍出去的钱财 我们怎么才知道是这样的呢 因为在第十九节这样记载 为自己继续良好的根基 以备将来能享受那真正的生命 如果他们能这样的施舍 他们就将他们灵魂的赎价付出了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第三十三节 要变卖你们所有的来施舍 为你们自己背下经久不朽的钱囊 在天上背下 在天上背下 取用不尽的宝藏 在那里 那里 盗贼不能走尽 杜虫也不能损坏 这是天主的意见 天主不愿意你的财产损失 但是他给你意见 要将你的金钱改换在正确的地方使用 让你的爱心对这事能够理解 好的 奥古斯丁圣永吉第49篇 第一部分的讲章 现在全部的结束了 请继续的收听 第二部分的讲章 谢谢你的收听 请继续的收听